華人懶叫的不叫小 我是說在座的各位 中國人也是一樣 對不對 我們有 不是 我跟你們不一樣 你們有 應該是這樣 台灣人跟大陸人有一樣小的雞雞 黃皮膚 黑眼睛 黑頭髮 喔 所以 我們應該要 我們不應該吵架啊 你懂我意思嗎 我今天要跟大家聊了 就是說 包含現在 我們的聊天室 裡面有非常多的大陸朋友 現在非常多的大陸朋友 一直過來 想要引戰 想要吵架 包含我的Youtube現在都被大陸的 也不是大陸啦 反正就是黨工 我一般都講黨工 黨工分很多種 國民黨的 民進黨的 跟那麽共產黨的喔 你們這樣做的意義到底在哪裡 會讓你們很開心 還是說 所以 還是跟大家講一下喔 我再次的再引申一下喔 我愛大陸同胞 大陸人是咱們的同胞 大陸人是咱們的同胞 這就是無可置疑的 本是同根生嘛 但是呢 我非常的厭惡共產黨 原因沒有其他 你們的共產黨跟我們的政府一樣 欠罵 我相信大陸人 你也不是 每一項 都服 你們官方的領導 你們為了要服 這個領導 你們講出來的話 其實 你們只是為了生存 所以我也請 台灣這邊的同胞 不要再去罵他們 你想想 他們今天不這樣講話 他們怎麼生存 他們不這樣講話 他們在他們國家會受到怎麼樣的對待 他們跟台灣 畢竟有太多的差別 台灣人 隨隨便便一個都可以罵政府 無能 希望政府改制 我講一個簡單的答案 給你們大陸人 稍微聽一下 讓你們了解台灣民主的力量 最近我們台灣 我現在都是跟大陸朋友講 最近我們台灣 發生了一個孽童的案件 是一個托兒所收費的 他發生了一個孽童的案件 影片一出來 台灣全部人 都很憤怒 但是我們有法律嘛 所以現在呢 因為民眾的力量太大了 第一個 我們的市長 新北市長侯友宜 因為民意的關係 大家都在罵 大家都直接罵政府 為什麼這樣的托兒園會獲得假等 我們台灣有分嘛 假等 乙等 乒等 他被評為優良假等 就是最好的托兒所 這時候 我們就把矛頭指向 我們的政府 我操你媽幾八 所有人都在罵 垃圾政府 無能 我們的市長就跳出來滅火 絕對嚴懲 今天第一點 你們大陸可不可以這樣子 大陸也有孽童的情形 我也常常在這新聞 我看了我也是很痛心 大陸有一些孽童的新聞 也是托兒所 今天 我們大陸 我們台灣出了這種事情 我們就馬上的去 罵 市政府 就得馬上的改 原來不改 台灣人就罵爆罵死 那 大陸一定沒有辦法這樣罵 一定沒有辦法這樣罵 那第二點 馬上我們的立委 現在要修法 為了這件事情 我們要修法 因為一樣是民意反彈 我們台灣人大多數都覺得 為什麼法律沒有保障到小孩 所以他現在很多立委都在提這一條 孽童法案必須要加重刑責 加重罪責 我講到這裡就好了 講到這裡就是其實很簡單就是說 你們國家跟我們國家最大不同處就是 人民可以 影響到政府 人民可以 講安靜一點 人民根本沒有在屌官 沒有在屌官 官是為民服務的 官是人民的公譜 跟共產黨把人民看成奴才 這是完全不一樣 一個再怎麼樣高的官 就算是總統 今天來到了 今天來到了我們各鄉鎮 看到我們的民眾 他一樣很謙卑 你好你好 不然我們台灣人會罵死 所以 跟所有的大陸朋友講一下 好啊 我最近看到兩則新聞 第一則新聞是 我覺得抖音真的很可惜 大家知道嗎 最新的法律 大陸最近又在 強化他們的網路法 大陸人你們應該知道 大陸網友罵翻了 都罵翻了 都罵他們的政府 但是沒有用 都偷偷罵 最近他過了兩個法案 一個是21條法 也就是說所有的影片 他是針對短視頻 也就是說抖音 大陸人就知道抖音嘛 日後不管是大陸朋友 任何的影片要拍攝放上去 都先得經過 中國官方的認可才能發放 要審核才可以PO 那裡面呢 要以 國家最大利益為出發 如果有詆毀國家 或是太過於 沒有對國家有幫助的 影音視頻 一律不准放 就是很可惜 就是這一點 那必須要有21點同意 他非常複雜 請各位Google上去看 他非常的複雜 這是第一點 連我們今天上傳影音 都得大陸審核 我們才能放 台灣沒有這個規矩 全世界美國也沒有這個規矩 自由民的國家沒有人 這樣子在牽制人民的自由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不管今天你仍在大陸 還在海外 你如果對外的 只要講話 第一個 沒有符合國家形象 他有一樣 一百多條 包含著 你翻牆 包含著 你不論是你有沒有翻牆 你沒翻牆也好 你是人在大 人在 人在國外的 你只要有留言 或是發文 有煽動國家情緒 不符國家利益者 都會被追溯 被追溯 我不知道他要怎麼追溯 就是犯法 可能去國外把你抓回來 也不可能 但是 但是他是針對 第一個翻牆 他是絕對現在禁止的 翻牆是絕對禁止的 那因為金剛 他在大陸是不用翻牆的 所以我在這邊 我允許 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允許各位大陸的好朋友 可以盡量在我這邊 盡量的罵 因為他們連彈幕 都規定了 不准罵髒話 要文治癒 也不准 辱罵國家 也不准辱罵個人 也就是說 明明譬如講說 我們兩個在聊天 開玩笑 你在罵我 他們是不允許的 現在剛改而已 所以各位大陸的好朋友們 以後就來阿館的頻道 來跟館長同樂 你罵我我罵你 那所有的板手注意到 如果沒有重複喜瓶的 跟館長開玩笑 罵來罵去的 都不要去封他的號 都不要去封他的號 那 各位好朋友們 就是 你們可以進來刷彈幕 可以罵幹 可以罵你媽逼 開開心心的 你今天白天受到什麼樣的 委屈了 來館長這邊 跟館長互罵 好不好 也是不錯的 那就希望大家就是 盡量的就是 來館長這邊同樂 沒有國家的關係 也沒有所謂的民族感的關係 好我把這一點講完 所以說館長在這邊講 大陸朋友跟我們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說我們只是拿不一樣的身份證 我們是華人 我們有同樣的傳統 同樣的飲食習慣 同樣的語言 同樣的民俗風情 只是今天 我們領導的人 有所不一樣 然後話題再講回來 很多人都會說 館長這一次就是說 比較激烈 像我昨天被新聞採訪 其實昨天我是在 讓我們自己人反省 所以我講出了這一段話 事情發生到現在 跟大陸也沒關係 我正在罵我們台灣自己人 沒有人為國家挺身而出 這麼多的藝人 這麼多的生意人 如果今天 每一個人都至少門全雪 如果今天發生的這一種事情 每一個人都不願意站出來 每一個人都以金錢利益商業出發點 讓我認為台灣真的很悲哀 我講到今日 所有的藝人 所有的生意人 我想問一下 有沒有人像館長這樣 在電視前 在FB面前 力挺我們的國家 我不是力挺我們的政黨 先講 我是力挺我們的國家 一個只會仇勇搞議事鬥爭的 民進黨 跟一個 老是想要被統一 被和諧掉的一個國民黨 老是為了一個黑金政治的國民黨 就是這兩個黨 在統治這個台灣 所以講到這邊 大陸朋友 其實館長跟你們一樣 的想法 就是因為今天這樣 我還敢說這句話 我覺得 我覺得 我倍感榮耀 我們的國民黨 門不吭聲 我們的民進黨 雖然否認了 但是他們治理國家 一團糟 其實 台灣人民的心中 也是對我們現在的政府 講我講一句實在話 非常的無奈 而且痛心疾手 我們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相信大陸也是一樣 每個國家圖利的都是有錢的 大陸也是一樣 有錢 在大陸 也是很囂張的 管你人公不公平 管什麼他媽的 什麼法治 只要有錢 台灣也是一樣 台灣也是一樣 所以 官長今天跟 大陸朋友講 也跟我們台灣朋友講 我們都活在一個 令人無奈的時代 不管我們人民下面有再多的苦 大陸朋友也是一樣 台灣朋友也是一樣 我們的政府 雙方面的政府 還是在爭權奪利而已 完全枉顧我們人民的福祉 只是做做戲 這就叫做 這就是叫做 我們的台灣 這叫做 我們的大陸 想一想 我們兩邊還要吵嗎 我們人民還要吵嗎 我們人民還要吵嗎 當然以我的立場 我喜歡做沒有人願意做的事情 沒有人願意捐錢 沒有人願意幫助弱勢 我來做 沒有人願意賣衣服 沒有人願意用平價的 用實在的東西賣給各位 我來做 沒有人願意愛國 因為你知道我們台灣人 為什麼不願意愛國 因為大部分的台灣人認為 我給你們大陸人一個想法 我們的國家 不值得我們犧牲 因為我們的國家 從來沒有為我們付出任何的東西 我們的國家 只有貪腐跟腐敗而已 所以並不是我們的台灣人不愛國 這一點請大家認知到這一點 是因為 我們的政府 不值得我們愛國 不管是民進黨還是國民黨都一樣 我 現在40歲 21年前 我入伍了海軍陸 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 那時候是國民黨 執政 後來換陳水扁執政 我進去我受的教育是 我們要為國捐軀 我們要反共 收復大陸 我們要為中華民 中華民族而努力 我受的教育是這樣 國民黨寫出來的東西 到了最近發生的事情 國民黨還在一中各表 表什麼小 我真的不懂 你們愧對於軍隊 愧對於國家 國民黨 愧對於社會 愧對於國家 台灣這麼多男人 讓你綁架去當兵 我講這個很合理嘛 從當初你們佔領台灣 然後時薰這個義務義教育 義務義當兵制 把台灣的男人全部都拉去當兵 從三聯兵開始 你們給我們的思想 情操是洗腦 我們要保衛國家 我們要保衛中華民國 多少的前輩 多少的先例 為國捐軀的這些人 這些國軍 你們現在的國民黨 對得起這些國軍嘛 你們現在這些國民黨 你們的頭 對得起 這一些為國捐軀的人 對得起全台灣男人 不管是三聯兵役 兩聯兵役的男人 一年我們就不要講 你們對得起這一些 浪費人生 而且是精華 年輕就是精華嘛 大家19歲20歲 都得去當兩聯兵 三聯兵 人生當中的精華 被你奪走兩年三年 你對得起 我們這一些 曾經 為了你們 為了要維護你們的權利 為了要維護你們的位置 為了要讓你們的錢 賺得更多 當更多黨產 的中華民國軍人 我們也沒有 我們台灣人 其實是大陸人 你看看 我們台灣人 也忍受不了 我們也是為了 他們這些國民黨的人 我們也是 被綁架 大陸解放軍是自願意 你們是想要去做 再去做 你知道我們台灣人 是那種 完全就是 你不能閃 你沒得跑 然後呢 很多人不用當兵 大陸朋友 我現在講歷史 給你們聽 台灣是一無一致 我印象很深 台灣四處都發生的不公平 我在當兵的時候 我的忠心 我有一個同梯的 他的老爸認識國防部 我們在 面會的時候 在這個 反正會客 會客就是爸爸媽媽 朋友親戚可以來看你 他來了一個 他媽的國防部的少將 從此之後聽說這一個人呢 當兵他媽量到一個 不知道幹嘛去 掉去後勤單位 然後量到一個爽 不用被操 不用跑步 不用被玩 不用吐聽了 然後我們中華民國 一般的沒有錢的人 跟館長一樣的 軍力當兵 真的被玩爆了 沒有尊嚴 台灣的軍人 我那個死守沒有尊嚴 我們比一條狗還不如 我現在可以跟大陸的朋友講 比一條狗還不如 狗上廁所拉死 他就拉 我們上廁所拉死 還得報備 班長還得先玩你 先做完福利營生 反正玩你就對了 交互吞掉 一直在那邊玩你 玩到你他媽的 全身之汗 快累死了 才讓你去大便尿尿 出來繼續玩你 台灣的軍人是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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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不合理 比狗還不如 台灣的大官跟藝人 都沒再當兵 把我們現在很多立委都不當兵 我們台灣民進黨 國民黨他們的下面現在新生代 多少人都他媽的沒當兵 他們用閃的 跟大陸朋友講一下 他們都說自己身體不好啊 很多明星都說自己脊椎有問題啊 結果演唱會的時候 跳得比誰都不要不要 還可以去健身房鍛鍊八塊幾 就是不能當兵 這個是我們台灣人 為什麼這麼痛恨 國民黨的原因 就是黑金政治啊 政商把權啊 有錢有錢有錢就是好啊 沒有錢你就該死跟條狗一樣 一堆藝人都不當兵 所以 你認為我們台灣 是真的到現在才自由平等 不是我們台灣人經過了很長的時間的努力 一直到了今天 終於 這些所謂的黑金政治啊 跟這些政商把持啊 已經被人民推翻了 現在官啊 你敢做壞事啊 你上新聞啊 你馬上被大家彈劾 馬上被大家吐口水 所以我認為 2018年到2019年 應該是從館長出來的時候 從2015年一直到2019年 台灣改變得非常多 尤其我們手機啊 越來越 越來越頻繁 越來越普及化 每個人 就等於每個人 手上要拿一個監視器在照 所以我們的官現在才非常的乖 而且我們官現在才肯為民做事 所以說 館長再次來跟所有台灣人民講 我們的國家愧對於我們沒有錯 今天大陸朋友是我們的同胞也沒有錯 但是今天他們的領導 我針對的是領導 就像說大陸朋友 你懂我嗎 如果我動不動就要 如果我動不動就要打你砍 你在那邊喊 你會不會想不開 你會不會生機會 但是台灣 我總得出來講話 因為我認為我有這個責任 為什麼 因為台灣沒有一個人願意出來講話 錢越多的越不講 錢越少的怕賺不到錢也不講 那像我這種 有一點錢又不會很有錢的 我出來講 所以我今天這麼做 不管你今天在台灣 是屬於國民黨還是民進黨 請你不要罵我 尤其是國民黨的 因為我是因為國民黨領導我 讓我做職業軍人 我只是講出了我的愛國的話而已 保家衛國 維繫台灣尊嚴 我在部隊學了一切不是國民黨寫的嗎 不是國民黨的軍隊嗎 你國民黨憑什麼罵我 你自己不愛國 你憑什麼罵我 不會想跟國民黨 或是民進黨的各位講 或是台灣任何人講 今天 因為館長 因為台灣 所以我今天跳出來講這句話 館長願意跳出來講這些話 也證明 給全世界的人看 我們台灣不是沒有男人 我講這句話非常ㄉㄧㄚ 我們台灣不是每一個人都看錢的 我們台灣還是有願意 有人為了尊嚴而出來講話 我們再來論 PTT上面有一篇文 說館長在唬爛 怎麼可能少賺好幾億 館長在這邊 以常規的解釋 有大陸朋友在我的聊天室裡面 我來講說為什麼少賺好幾億 其實在很久之前 就有非常多的朋友 或是朋友的朋友 或是我股東的朋友 大家都想要投資館長 也有非常多的人 想要把館長拉去大陸開 大概通通被我拒絕掉 原因是因為 我認為 時機還沒有成熟 但是他們已經幫我準備好了 非常多的地點 天津 上海 先找這個地方 天津跟上海 然後他們說 以這個模式下去開 在大陸 一年可以展電 20間到30間 因為他們複製很快 大陸最厲害的就是這一點 他們資金充裕 而且我的名號夠響 很多人在吐槽說 館長又沒有人知道你 其實健身界的大陸都知道我 你們只是不知道而已 健身界的很多老闆 很多人都想要過來台灣 跟館長交流 都被我拒絕 非常多的健身房 再次跟各位大陸朋友講 你們大陸這邊的健身的 以這種健身房來說 是從台灣copy過去 那很多台灣人寫PTT的不懂 館長在這邊跟你講 大陸一線城市 他們賣的私教課 一節要台幣3千塊以上 是台灣的兩倍多 為什麼賺不到幾億 而且大陸人 非常尊重專業 這一點 大陸人贏過台灣 我在那邊很不客氣的講 因為台灣 不尊重專業嘛 他們不會去看嘛 但是大陸人 會被騙 大陸人他們很尊重專業 因為他們早期A貨 假貨太多了 所以他們現在大陸人 他們一線城市 其他城市我不敢講 他們覺得 他們寧願花多一點錢 不要買到爛東西 所以他們大陸人比較 尊重專業 那台灣呢 我為什麼要請健身教練 我去公園 我去公園 他媽在那邊甩手就好啦 但是大陸不是喔 大陸甚至說 有一次喔 有一個朋友說 要請館長 過去演講 他們說館長一定要高規格 第一個 商務艙 第二個五星級飯店 連吃的行程都安排過來了 我過去演講喔 一百萬幾跳 台幣 那如果願意在那邊授課的話 一個人 喔 我可以分論 一個人我可以分 一萬人民幣 然後他們會大量去招生 來學我的專業 我那時候就說 我 因為在台灣太忙了 沒有空 因為 在前一陣子 我還很受 國民黨跟大陸人的寬言 因為我支持韓國瑜 支持侯友宜 其實在台灣 你支持國民黨 就是等同支持共產黨 所以那時候你會發現 很多的假帳號 很多的網軍 是支持館長 因為那時候我支持韓國瑜 支持侯友宜 所以那時候邀約又更多了 非常多的大陸人說 要進我的品牌啦 大陸的健身房 館長 我也是在開健身房的啦 那你過來 那館長 因為你的健身房很厲害 你過來教我們 那你不用帶錢 我們來出錢 讓你佔一半的分潤 為什麼撞不到好幾億 瞬間 如果這件事情 我今天不要跳出來講 我的計畫也許 就會慢慢的實施 我就過去大陸 我過去大陸之後 我自然就聽不到 台灣人的聲音了 台灣只有兩千萬張口 台灣兩千萬張口 又有一半的國民黨 一半會幫我講話 一半剩下那媽的 中間選民跟民進黨 我過去大陸之後 14億人 張開雙手 張開雙手說 等著我的歸來 我過去第一句話 我終於回到我的祖國了 我最愛大陸 我瞬間爆紅 我上節目 滿口的祖國 滿口的大陸人 大家好 我是來自於 中國大陸的台灣區的陳子漢 我熱愛我的祖國 我熱愛大陸 就像吳寶春一樣 我耳朵一隻遮起來 我不要管台灣 台灣區區五家店 什麼毛 我過去有大好的未來 你看這種 這麼強硬的男人 台灣這麼強硬的男人 都來支持我們大陸的 我們一定要好好帶他 我也是一個領袖 民意領袖 我們一定要好好帶他 我怎麼會賺不到錢 我怎麼會賺不到錢 我絕對賺得到錢 我供在台灣 我的健身房 一年的營業額 就高達三億五千多萬 我的衣服的營業額 起今到現在四個月 是六千多萬 在台灣而已 就六千多萬 而且我價錢賣得非常的低 利潤抓得非常的低 還可以 營業額還可以高達六千萬 我一年我個人 包含代言 我的健身房 包含我的服裝 超過四億的價值 當然啦 成本扣一扣啦 我們買那麼便宜啦 東扣西夠了 到我身上沒剩多少錢 又要繳稅 但是今天這個一頁額 這個401報表 講到401 也許很多人聽不懂 沒有關係 就是 所有投資人的 都要看的一張報表 401報表打出來 不管是台灣的有錢人 還是 國外的 都願意舉雙手 投資館長 所以 我講幾億 只是客氣而已 120億絕對沒問題 光我在台灣開館 我的營業額 包含我的服裝 我的代言 雞胸肉 雞肉那些 全部的營業額加一加 4億多 你認為我去大陸賺不到 40億嗎 但是 我還是跟大陸朋友講 我非常喜歡你們 我也想去那邊做生意 但是如果今天 要我拋棄尊嚴 我真的做不到 我是一個不被約束的人 我是一個特立獨行的人 因為這樣我在台灣才受到歡迎 我不能去大陸就變得掉了 我變成不像館長 我變成不是你在直播裡面看到的那個人 就算你是大陸人 我去那邊抱著關著大腿 你會開心嗎 你也不會開心的 你也會開始厭惡我這個人 如果人可以見風轉舵 可以為權屈膝 那這種人 你有什麼支持的價值 那這種人 你有什麼欣賞的價值 今天可以賣國 明天可以賣老婆賣家人 所以不管怎麼樣 我還是得站出來 維護我們台灣人的尊嚴 而不是去詆毀 你大陸人 你不要這樣想 我只是 我不是跟你們習近平在對話而已 我不是跟你們大陸人 在挑釁 因為我們台灣 沒有人願意講 沒有人願意做 非常可憐 非常可憐 想一想 我滿難過的 這麼多的商人 這麼多的明星 這麼多的YouTube 這麼多的網路網紅 難道你們 是外國人嗎 你們忘記了 你們是出生在這塊土地嗎 你們忘記了 我們這些人都是同袍嗎 你們怎麼有辦法 為了利益 出賣掉自己的國家 大陸很大 很有錢 軍事能力很強 如果是我 我也希望我的國家 是大陸 我也喜歡 人誰不是呢 那麼有錢 地那麼大 人那麼多 軍事能力那麼強 第二大經濟體 誰不想要 摸著大腿 大哥大哥的 但是 你們出生在台灣 賺錢我沒有意見 但是如果人家今天 我支持你拉波浪福 如果人家今天 嗆你的國家 那該怎麼辦 你們都不願意站出來 所以 也許 我很笨 我這幾天都在想 多我一個不多嘛 少我一個就沒人嘛 多我一個不多嘛 那既然這麼多生意人 大家都閉嘴 我為什麼不乖乖閉嘴 還有很多人說 我是為了要賣衣服 我如果今天要是 讓我為我的生意好 其實我去剖大陸的欄 我去支持大陸 我會賣得更好 我像這一次 我的預購大陸訂單 就少了一半以上 本來很多大陸朋友會買 現在都不買 一樣嘛 我是損失的 我是損失的 但是 我雖然少賺了很多錢 我雖然覺得自己很委屈 台灣人也不支持我 因為台灣人很多支持 大陸 台灣人也不支持我 我也賺不到錢 我不但沒有賺到錢 也沒有辦法獲得 台灣國民黨的支持 不但沒有賺到錢 沒有辦法獲得國民黨的支持 還讓大陸朋友討厭我 但是呢 我認為這是值得的 好不好 錢啊 我很想要賺很多錢 錢啊 我真的想要賺很多錢 但是 我今天更難過的是 不是我的訂單少了 不是反我的人變多了 這台灣人已經忘記了 尊嚴兩個字怎麼寫 你們已經忘記了 我身在這個亂七八糟的時代 然後台灣這個亂七八糟的國家 真的亂七八糟 我真的沒有看過一個國家 你們常常講我們不是國家嘛 我從來沒有看到一個國家 這麼樣的 其實講難聽一點啦 真的你們大陸成功了 真的 真的啦 你們的統戰真的成功了 真的 不久了啦 我覺得這樣看一看 真的不久了 真的不久了 真的 你們成功了 對啊 你們 你們真的是成功了 台灣 現在蠻多人 的立場是 立於就是說 我們想過去大陸 賺錢 我們想過去大陸讀書 然後在這邊 我也跟全 因為根據我的了解 我也跟一些大陸人說聲不好意思 我知道你們官方 為了要統治台灣 下了十足十的功夫 把一些福利都讓給台灣人 會台三十一項 他們本身本土的大陸學生 是沒有辦法享受到這些東西的 然而現在大陸的失業率很高喔 他們還願意把這個東西讓出來給我們 什麼叫做會台三十一項 其實我講幾個東西就好 如果你是有能力的人 你過去大陸念書 一直到 一直到住 一直到工作 他都保你 保你住的地方 保你念書 不用錢 還保你去上班 上班一定要來給基本薪資還滿高的 都比大陸人平均還高 這是大陸 大陸三十一項 他在搶人才 他在搶人才 但是 另外一個面 其實如果今天是在民主國家 他這種方式絕對會被人民罵爆 因為大陸人很多 資優生 就是大陸人其實有很多厲害的學生 他們一樣沒有工作 還享受不到這種東西 所以說很多大陸的朋友 其實對這個會台三十一項政策 還滿不爽的 還滿不爽的 因為他說 幹我自己國家的人都沒有 你台灣有 所以不好意思 所以當然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台灣現在很多人才都在大陸 所以其實大陸現在四處都有台灣人 在跟他們一起生活 我們也跟他一起生活 所以真的是 我覺得沒有必要在那邊吵這些東西 我覺得沒有在吵這些東西 因為大陸的人民跟我們是一樣的 但是統治 雙方統治是不一樣的 所以今天一個笨蛋一個白癡一個我 其實我可以過去大陸我覺得一定會非常受大陸人的歡迎 但是因為今天基於這樣的原因 非常對不起 因為我真的是身長在台灣 就算今天所有的政治人物 還有一些人拋棄了我們的同胞 阿館也不能拋棄 因為我是一個男子漢 男子漢不做這種事 男人 絕對不可以做這種沒有責任的事情 好不好 那這就是我的堅持 就是我的堅持 所以 我再次跟大陸人講 你沒有必要討厭館長 你不用買我的東西 但是你一定要來看我的直播 看我的直播的時候可以盡量的發洩 可以盡量的發洩 那所有的大陸朋友在那邊講 你們抽獎都可以抽 你們到時候填單的時候麻煩你填清楚 你們在大陸哪個地區 就是順風會到的 如果你們大陸朋友抽到了 我一樣的我會寄過去 順風會到的地方 我一樣會寄過去 因為隔壁而已 很快 我不會分大陸人 還是台灣人 只要是我的粉絲 通通都是一樣 開寄 就寄 開寄我都會寄的 我都會寄過去的 好不好 我蠻喜歡大陸的 我一直想要去大陸旅遊 我看真的不用去了 所以我今年本來要出去旅遊 我今年改了 我到時候出國的時候 我在拍一連串的照片分享給大家 那我現在再做一次抽獎 我來教大家 我這一次的訓練計畫是什麼 讓我自己 大家順便去聽一下 你也可以像我這樣去執行 然後讓自己變得更帥氣 館長這三天 這四天已經掉了 兩公斤左右了 我在減脂是掉得非常快的 因為我平常是沒有在 大家看我吃就知道 我平常是沒有在忌口的 因為我的肌肉量高 所以我在做減脂的時候 我非常可怕 我現在就已經掉了兩公斤了 而且我玩吃的蠻正常的 那這個到時候如果有機會 我這輩子沒有死之前 我應該還是想要去看看大陸的 大陸有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我一直很想要去看 在拍電影 我有看過一部電影 那有個地方 人家以前說唐朝啊 我們常常在講 什麼美 什麼最漂亮的就是什麼 南什麼北什麼有沒有 就是他有很多那種很漂亮的房子 有沒有 我覺得真的是要去看看 就是我蠻喜歡看大陸片的啊 我蠻喜歡看大陸 還有大陸動畫 還有那個羅柵那個啊 蠻喜歡看 之前還有去玩他們的線上遊戲 幹 那個叫什麼 就是一個羅柵變很壯有沒有 他們後來不是出了一個遊戲 我有去玩 我也蠻喜歡看大陸的一些 吃吃喝喝的東西 而且我很喜歡看你們大陸的 有好幾個那種搞笑演員 都有放在YouTube上面 蠻厲害的 其實大家現在看抖音齁 大家都看大陸來的都很好笑對不對 我覺得真的是很厲害 所以說大國大國好玩的地方 只要我們不要再吵架 我們不要再吵架 我相信華人一定會變成世界上最強的一個民族 這句話我講過N次 中國人啊 講一講我們看看中國人的歷史一直看到現在 中國人是一個很可憐 我覺得亞洲是一個很可憐的國家 越南韓國日本沒有 日本是侵略型國家 韓國中國人韓國人越南人 這三個人最可憐 因為這三個人大家去看他們的歷史 包含台灣一直被人家殖民 一直被人家統治 那好不容易現在大家各有各的國家了嘛 都分開了 中國人的確會變得很強 只要不要再 你看我們早期真的被外人 就是那些所謂的外國人 這樣子一直這樣侵略過來侵略過去 遇到八國聯軍打完了換日本入華 打完了乾娘的名不聊生的還他媽的 國共內戰 所以人啊 如果一個領導 如果一個政體是真心為人民想的 幹嘛要打仗 你說國共兩黨 我覺得那時候大概是爭權奪利而已啦 所以到底誰要來管大陸 誰要來統治中國人 所以國共打完了 打完了他媽的咧 就掛掉了 所以他媽整個歷史 中國人整個歷史 都在自相殘殺 每次外人趕出去了 還得自己人先打一頓 才能吃飯 如果我是人民 我真的覺得我真的很唾棄你們這些垃圾 不管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 那現在 有時候其實 你會替中國感到驕傲 你看中國 經濟體第二強 你不為他感到驕傲嗎 其實我們也是為他感到驕傲 我們今天把這些所有的東西撇到旁邊去 因為他們都是黃皮膚 對不對 咱們都是像各位懶教比較小 華人懶教都比較小 我是說在座的各位 中國人也是一樣 對不對 我們有 不是我跟你們不一樣 你們有應該是這樣 台灣人跟大陸人有一樣小的雞雞 黃皮膚 黑眼睛 黑頭髮 所以 我們應該要 我們不應該吵架 你懂我意思嗎 我們應該要做出來 做 做成世界上最強的國家 這樣才是合理的 唉其實阿 我跟各位講一句心裡話 大陸領導人講要打雜們 喔 我跟你講 大陸人民不是這樣想 你相信我啦 少數應該有 大多數的大陸人 不比台灣人差 而且我覺得 我打個比方好了 以前玩魔獸世界 我玩的不好嘛 因為要打競技場 你知道誰帶我打上去的嗎 不是台灣人耶 是大陸人 組隊帶我打上去的耶 是大陸人 組隊帶我打上去 競技場 打上去的耶 台灣人沒有人要跟我打耶 都說我太爛了 是大陸的人 他們真的很講義氣 說咱們一起打 然後慢慢打上去的耶 我玩過 很多遊戲都是有大陸人當隊友 不是你們想的這樣子啦 包含我台灣這邊有接觸很多大陸朋友 台灣他們在這邊很多嘛 其實很熱情 很熱情 我在這邊講一個我朋友的故事 他應該在看 我講給大家聽 我朋友在天津有朋友 所以他常常會過去大陸去天津玩 有一次他去玩回來跟我講 來到玩了 我朋友去天津 一樣嘛 大家吃吃喝喝 晚上跑酒店 跑酒店跑完大陸人在當地 因為他們當地的嘛 他們來跟小姐講 我跟你講 你今天不當我這個兄弟爽 我弄死你啊 這麼兇狠 不好好招待 我在大陸 台灣兄弟 我他媽弄死你 然後他媽的 LINE嘛 每一個人都要帶小姐 我那個朋友就會被 強迫框一個小姐出來 我到一個朋友講 我跟你講啊 我明天問我兄弟 如果他不爽 你明天店不要開了 幹你媽 他不會說幹你娘 我抄你媽的 他們不會說幹你娘 天津人怎麼會說 你 我明天兄弟跟我講 他不爽 你店就不要開了 那是很熱情的 你懂我意思嗎 你叫同胞才賢來 囉囉囉 是很熱情的 你懂我意思嗎 是那種 他們對台灣人是那種 把自己 打你自己當兄弟 他們一來 他們給你的熱情 是比大陸人多 然後一定要把你招待好 一定不能丟我們大陸人的臉 他們的做法真的很棒 就是 很熱情的 真的真的真的 而且花錢都花他們的 沒有關係自己兄弟 然後媽的隔天你 還在那媽頭痛 他就電話又來 咱們今天晚上要去哪裡玩 就是 每一天都幫你安排好行程 每一天都有婚畢業 會讓你爽 每一天都有妹妹陪 每一天都在雜錢 好朋友而已 那相對性的 他們來台灣 我們也是招待他 一樣是這樣子 所以真的是 他們的人不差 甚至比很多台灣 那種媽的卑鄙無恥的人 還有情有義多 我今天不是要幫大陸人講話 我們實際遇到了 有什麼講什麼 事實就是這樣 很多大陸人是比我們台灣人講義氣 我們台灣人常講 我們台灣人腦袋瓜子 比較聰明 誰跟你講義氣啊 白痴什麼 他們大陸真的是還蠻 講這個道義的 畢竟中國人嘛 跟我們台灣人很像 華人都很像 道義義氣 豪邁 他不拘小節 其實這個我喜歡 我喜歡 所以說 我們今天撇開那個東西 我今天覺得 去大陸玩 不錯 真的是不錯 沒禁止